给臭宝们看一下 最近臭宝们寄过来的花都养的怎么样了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然后呢咱们先看好的还是先看不好的 先看不好的吧 这个 这个臭宝来的时候我就说了 它这个是一个茶花 这是6月27来的 我说来天我就告诉他 我说这个隔了没救了 是吧 本来是扔到柴虎段的 我怕这个花有不死心 于是乎我就给它随便扔在这了 其实这个来的时候已经挂了 就剪开支条 它一点生机都没有了 然后呢咱们也弄了一个 自己从网上买了一个茶花 然后去给大家做养花的视频教学 你看这个就长得很棒 也很OK 然后陆陆续续要长小花苞 最后要开花了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去翻一翻之前的视频 其实茶花并没有那么难养 只是大家掌握不了几个重点 好了咱们先开这个茶花吧 19块9的价格还可以 中规中矩的价格 主要是看苗子新不新鲜 掉了一点叶子 这属于很正常的运输现象 把下面的叶子稍微背一背 老叶嘛 这下面你这种感觉内糖给它通透一下 还带着花苞 到手之后就不用做过多的修剪了 上面叼叶子很正常 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表面的这些个土给它拔掉 这样拔一拔 之后就换盆就行了 你别动它原来的这个根盘子了 别动它原来的根盘子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因为在浇水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水碱和颜色 它都毛细都用毛细到上面去了 就这种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去掉的目的是什么 你让根系上面能够尽快的得到空气 因为它根系不往上涨 很多的话都埋到这儿埋得比较深 最后整个杆子上面都长根了 因为它下面的根系 它得不到氧气 就憋着在杆子上长根了 时间长了 老实我这个不精神了 它上面长不下去 长到下面就缺空气 明白了吗 所以说要保证氧气 氧气才是植入最好的生根剂 要盖它这个点 接下来咱们就换盆 接下来咱们就是换盆了 你看它这个底部很透气的 一定要选这种透气的花盆 再一个不要很大 很多花儿移不到位 换了个特别大的盆 这个是不建议的 垫到底下一部分 垫到底下 别埋得太深 别用太大的花盆 你就这样子就行了 看到没 大概就这种感觉 比它大一圈 下面垫一层土 上面就加土进去 有话说施肥嘛 施肥不用很着急 先等它暂时服势盆 比较哇塞 因为这种长途过来的 它从福建到我们山东 这个根系还是有点编散的 所以就暂时先不死肥 暂时不死 等它过上半个月又再吃 人是一天吃三顿饭 这种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就跟人一样 你比方说他从福建 刚来到我们山东 哎呦我不舒服 我不太想吃饭 有它半天不吃饭 一点事都没有 把头压死 你看露出来表面的根系的那种感觉 别埋得太深 别用太大的花盆 之后呢正常的浇水 浇水的时候 大家可以往这个水里面 少加几滴生意 少加一点 就是浮盆嘛 用的是会玩的 来一点就行 你们经常养花多的 你可以弄一个这个 它不是基数类的 它是肥料类的 明白吗 但是它不烧花很温和 千叉都能用 现在正常浇一边透水 正常晒太阳就行了 茶花并不怕晒 好吧 你像用的老花衣这种 如果说你光照很充分 你浇水你天天浇没有事的 但是一定要保持什么 这个托盘里面别积水 你看浇的水不大会就漏下来了 很快的 透水性还是很好的 有点类似手中 之后呢正常给足光照的茶花 然后大家在养护 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是把繁肥水给跟上 要么就是你用的这个水啊 尽量的多接一些雨水 明白了吗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了 该施肥的施肥 半个月之后再整 这是咱们自己养的 好吧 也会插上牌子 到时候呢会养的好了 等到差不多要开花了 然后送给咱们 所有看视频的话 你们记得多点赞 收藏关注这些 这个呢就杜鹃了 杜鹃花的话 大家靠近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种呢就是一个 肉眼可见的一个毛虫了 还有一个呢 它是现在得了病了 你看 这个叶子是这种 正面是黑褐色 背面呢是这种 就像生了叶满一样的感觉 其实这种就是有病 要打药的 要么就是咱们把这些个 所有的不好的叶子 全部给它揪掉 就是直接给它撸一撸 然后重新让它长一长 可能很多的话 我都不知道 像这个大虫子的话呢 我给出的一个建议 还是给它处理掉 因为它这个玩意 它是吃东西的 它没东西吃怎么办 它肯定吃你的花 我们现在再对于这个杜鹃 来一下一个系统的治疗 其实用不了多少啊 就少用一点点就行了 然后呢我用的是这个小黄药 这个划算又合适又便宜 这还可以放土里面去预防这种病害 之后呢用这个喷壶去喷一喷 这个时候呢就要给它喷一下 最好的叶子的正反面都要给它喷到 这个是杀菌的 它现在是有菌 喷的时候要细心一点 喷匀一点 很多的醋薄干点活就是 就是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可别千万别 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我建议大家伙呢都可以去预防 你防大鱼刺嘛 你别等着它来了你再整 可以撒到这个土里面去预防一下 一百天用一回就可以了 也可以作用于根部也可以灌根 它有两种 一个是杀虫的一个杀菌的 我用的这个是杀菌的 看看别的 这个是花48块钱买的一个葡萄苗 有点缺水有点缺光了 缺光啊 这个东西它需要一个良好的光照 没有光照养葡萄那是噩梦 尤其是在室内 我是准备去了棚那边地栽啊 这个根系啥的都没毛病 这个地栽会比较好 本来是打算地栽的 这个该浇水了 这是花手寄来的那个米兰 我把它上面那个干枯的枝条全部剪了 现在长得很个性啊 类似于那种悬崖的飘枝 来的时候呢都不精神了 现在一个叶片跟变异了一下 你看这一个叶片长得那么大 说明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了 逐渐的再长起来 这我就直接随便给它种起来了 它幸福树呢是会开花的 你看我不知道花是不是有灵性啊 它来到我这里就开了 真是花子真的这掉不了 幸福树会开花 有的时候我说它会开花的 不香 然后呢这个 这个是臭宝前两天刚弄过来的 这个才来了有四五天啊 它来的时候这是这个猪顶红啊 来的时候都要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其实 7号嘛你给你们看一下吧 其实就已经有点长根了 应该看到没臭宝 我跟你说 看了我这个视频 这个臭宝都肯定在这里 他得说 就短短的几天长出来这个根 老花艺的土还是强大的吧 你看你方法找对了 你用对了土 很快的 宝贝 肯定得说我 老花艺你下围拍视频 别拔我的花了 不是故意的哈 就是你这也算是为花有名献身吗 对吧 你你你得理解一下 你的这是拔的你的 对吧 你你你拔它们的你也一样开心吗 你学到东西了是吧 啊 理解一下啊 臭宝 哈哈哈 不拔了不拔了 就拔一次 拔一次老拔拔死了哈 以后不拔了 以后不拔了 我知道啊 好吧 以后绝对不拔了 才几天啊就长根了 跟你们说其实养花很简单 你只要方法找对了就行了 还有的话说老花艺你都自导自演 导个屁 这个是洗根换土的那个米兰 没没长根呢 还还找着呢 这个米兰找着呢 瑞香啊 养的都很不错 然后这个花艺的这个 山乌龟 我来的时候我跟他说的 没必要了 已经嗝了 他不信 他非得弄过来 弄过来也死了 也是没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这个花有的赤子花 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比一天好 马上要开花 他喜欢大阳光大水大肥 你也不说话 我也懒得给你往回 你也不说话 你看这个 空前草长满了 我说来了以后不好了 可以捡 随便捡 你家里边要有个鱼汤子 那个边边那种有带稀泥的地方 这玩意长老凶了 长老哇塞了 这个花有寄来的茶花 来的时候都要嘎了 现在陆陆续续的正在恢复 不过这个表面的土还是有点厚 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这个是不是给他洗根换土了 然后这个花有 来的这个自治花 来了三颗死了两颗 只有这一个毒苗苗的 然后你看那个新长出来的这个叶子 很严重的就黄化病 这是极度的缺乏营养了都已经 先长长吧 先长长起来再说再给他用肥 也是可以把表面的土稍微去出来一点 别的没啥了 想要寄养的臭宝呢 可以联系后台 寄养是不要钱是免费的 但是快递费要自己出 还有一个点就是 你要跟我们家沟通一下 你别盲目的就寄来了 你懂得是吗 好 仰屎不赔啊 觉得不错就点赞 其他想要问题 视频道留言 我是老花一 讲话吃三一 白了吃饱